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也是穷光蛋 没有赔什么钱 老公没了 公公婆婆看我像仇人 我再也不能住下去了 我要离开 要带着我的儿子离开 公公婆婆不同意说儿子是他们的孙子 是老李家的根儿 我暂时回到了娘家 两个哥哥是我的后盾 他们也没有念大学 早已经结婚生子 生活也很艰难 两个哥哥出主意 说让我通过法律手段 获得儿子的监护权 几个月后 儿子终于顺利来到我的身边 看到儿子消瘦了很多 我心酸不已 为了儿子 我什么苦都能吃 什么活都能干 很多人劝我再进一步 再找个人嫁了 我不想嫁人 不想让儿子受委屈 我带着儿子住在娘家 我妈住的地方很小 也只有四十多平 二哥二嫂住大房间 我妈住小房间 我和儿子只能在小厅里 搭了临时的床 幸亏侄子上初中 刚刚住校 但是 侄子一到周末 就没地方住了 二哥不说什么 我嫂子的脸拉的比例还长 只桑马怀说 哪有女儿常住在娘家的 我只好带着儿子出去租了一间房 拉了一个不连隔开 儿子已经大了 必须分开住了 如果长期在机械厂干下去 我的工作也还算稳定 养儿子问题不大 可是 儿子上初三那一年 厂子倒闭了 我成了下岗工人 那惠儿 真是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啊 我一个女人 供儿子读书 没有经济来源怎么办 我不能指望这两个哥哥 每家都有每家的难受 那些年 我什么苦都吃过 半夜三更 跑到郊区 去拉新鲜的蔬菜 回到附近的小区去卖 几十斤 上百斤的菜 我要搬到三轮车上 我的脸被杀黑了 我的手粗糙了 寒冬腊月 手上起了洞窗 我还在歌厅干过清洁工 说紧别人的白眼 打扫楼道和厕所 令人难受的是呕吐物的恶心气味 我还在饭店当过服务员 端盘子 洗盘子 被老板指挥的团团转 一天到晚站着 腿都肿了 我只有一个愿望 让儿子好好读书 好好上学 他是我所有的指望 我不愿意让他受一点罪 吃一点苦 谁知道 儿子逆反得厉害 儿子没有帮我干过一点家务活 还跟我当年一样 死也不肯好好读书 有时候 我就数了他 妈妈起草贪黑挣钱 不都是为了你吗 儿子顶撞我说 你只知道挣钱 怪不得奶奶说 爸爸是你害死的 气死我了 前婆婆说了我什么坏话 儿子根本不懂得我的苦心 就像当初我不懂得爸妈的苦心一样 我连哭蛋吓唬 软硬兼施 换了大价钱 让儿子上了私立高中 最后只考上了一个三本 三本已经不错了 我安慰自己说 我欠儿子考研 儿子不听话 在大学玩游戏 大四那一年没有准备 不肯考研 大学毕业了 他又打着考研的名义 连考了三年 都是名落孙山 我欲哭无泪 求他赶紧找个工作吧 儿子不情不悦 终于在市里的一家企业找了工作 每个月只挣三千元 我的一颗心才放回到肚子里 儿子只要不是废柴就行啊 这些年再也不是当初的娇娇小公主了 一开始为自己养老做打算 一次性补交了养老保险 我五十岁退休 可以拿到一份退休金 只有两千元左右 这也是我的底气 我知道挣钱太难了 所以对于每一分钱都很珍惜 我只吃青菜豆腐 偶尔买点肉 都是为了给儿子增加营养 我很多年没有买过衣服了 有个表姐是企业高管 我经常穿她淘汰的衣服 卖菜的时候 买过一辆三轮车 后来 我的腰椎出了毛病 搬不动菜了 又卖掉了 平时 只有一辆老掉牙的破字行车 我从牙缝里扣钱 只要存够一万 我就会存个定期 竟然靠自己买了四十三瓶的二手房 儿子这些年 其实没有吃过一点苦 别的孩子有的 他都有 别的孩子该享受的 他也享受了 儿子根本不知道人间几苦 有时候 看我做的饭菜不合口 经常点外卖 还跟一帮哥们聚餐 把三千块钱工资花得干干净净 一转眼 到了儿子谈对象的时候 儿子长得高高帅帅 随了我老公 卖相真不错 为了给儿子买房 付个首付 我干活更拼命了 有人说 做住家保姆比较挣钱 我总觉得 儿子成家之前 我得给他一个家 所以 我会抽空去做小事工 不能做住家保姆 我一天会打三份工 手脚不停 成了拼命三娘 儿子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对我的辛苦是若无睹 夜半更深 我也会暗暗伤心 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天生的 可以亲近所有 反过来就不一样了 我后来才知道 儿子终于给我领回家一个小姑娘 长得白白净净 娇娇弱弱 特别会给儿子撒娇 说实话 我不是太喜欢 感觉这个女孩比较娇气 听说是个独生女 对方也只是普通工人家庭 可是 儿子喜欢能怎么办呢 我理解了当初老爸的心情 我忙里忙外 做一大桌子菜 儿子和那个女孩只管说说笑笑 看电视 玩游戏 不帮一点忙 我只能在心里暗暗叹口气 我拿出三十万付了首付 有儿子的名字贷款 贷了四十八万 贷款三十年 每月还款二 五四七元 给儿子买了八十平的房子 二十二厅 我只有这么大的能力了 房产证写了儿子的名字 本来说好了 我让儿子还房贷 女方嫌弃房子有点小 还想加上对方的名字 我没同意 女孩和亲家都不高兴 不高兴也没办法 这么多年 我历练出来了 我知道 如果写上儿媳的名字 未必就能过得长久 儿媳还会分走一半房产 两人顺利败堂成亲 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大半 心里轻松多了 儿媳是个大专生 挣得工资跟儿子不相上下 有时连三千块钱也挣不到 这俩人挣不了撒瓜俩枣 还要还两千多块钱房贷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天天喝饮料 点外卖 他们就是月光族 手里一分钱都不剩 他们是新婚夫妻 我这个婆婆也不好意思 骂上酒批评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晃神 一年过去了 儿媳给我添了个大胖孙子 我简直乐开了花 我已经退休了 顺利拿到了两千元退休金 我高高兴兴 想去儿子家 帮着带孙子 谁知道 儿子说 不用我带孙子了 亲家母也退休了 她会帮着带 儿子还说 儿媳携产假丢了工作 他们的收入更少了 想让我支援他们一下 帮着还房贷 在支援点奶粉前 我想了想 还是答应了 毕竟儿媳为我们家天丁进口了 我还是承担一部分责任吧 我在这边出钱 亲家母在那边出力 搭配到也挺合理 公平公正 不过 我的退休金只有两千元 从哪里挣钱呢 我想破了头皮 还是准备去当住家保姆 听朋友说一线城市 做保姆挣钱比较多 我背起行囊 去了上海 到了那里 人生地不熟 为了省钱 我租住了地下室 还花钱 进行了几个月的培训 才在中介找到一份工作 去照顾一位85岁的失能老人 老太太退休金一万多 四个儿女要么在外地工作 要么身体不好 所以 每家出两千元 请了一个保姆 我几乎是全天不能休息 老人的吃喝拉撒睡 我都要负责 还要每天买菜 洗衣 打扫卫生 像一个滴溜溜转的小陀螺 老人还算比较善良 晚上尽力不折腾我 可以让我输个胡伦爵 不然 这份工作我真的做不下来 老人的儿女安装了摄像头 发现我特别尽心尽力 还帮着老人按摩翻身 推着轮椅让上老人下楼晒太阳 我让老人穿得清净爽爽 干干净净 老人的儿女们对我特别满意 过年过节 还会给我发红包 我每天这么辛苦 每月挣八千块钱 除了给儿子还两千多房贷之外 还每月打给儿子两千元 当作孙子的奶粉费 我每天都很累 腰酸背腾腿抽筋 没有人心疼我 一身人静我也会叹息自己的命运 想想为了儿孙 咬咬牙 继续坚持吧 第二年 儿子说两千元奶粉费不够 现在请个保姆至少要花三千元呢 毕竟孙子是跟着儿子的信 哦 我明白了 亲家母退休间好像也只有两千元左右 人家是不肯出钱的 白白出力 觉得委屈 那好吧 我再掏一千元 我每个月要给儿子花出去五千多元 剩下四千多元才属于我 我要攒着养老 转眼间 三年过去了 中间 我回去过几次看望我的大胖孙子 孙子长得白白胖胖 特别可爱 我干劲十足 可是 孙子上了幼儿园 儿媳好像还没有出去工作的意思 这是要当少奶奶吗 我问过儿子几次 儿子推说工作不好找 是工作不好找呢 还是歇懒了呢 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我已经五十四岁了 还在拼命干活 儿媳刚刚二十九岁 借口不好找工作 就想躺平吗 儿子也换了几家公司 有时候 他还会歇几个月 再接着找工作 我简直无语了 我照顾老人家 一个月给我两天假期 老人的儿女来替还我两天 让我歇口气而 办办自己的事情 我积攒了两个月 有四天假期就回了老家 我买了一堆吃的喝的 拎着大包小包去了儿子家 还没进门 看见门口扔着大半块榴莲 我捡起来 左看右看 没有烂也没有坏呀 我刚想敲门 听见客厅里传出儿媳 给闺蜜打电话的声音 小苗 你还别说 还是金枕榴莲好吃 我买了一个榴莲 味道差多了 我吃了两口 觉得不好吃 就扔掉了 儿媳的闺蜜 不知说了句什么 儿媳嬉嬉嬉哈哈地笑着 没事怕啥呀 反正我婆婆 每个月帮我们还房贷 还给我们三千块钱生活费 我要不会享受 就太傻了 我的心里像是火山爆发 怒火万丈 榴莲多贵呀 我从小到大 没有尝过一口 普通榴莲 大概一百块钱一个 金枕榴莲我也听说过 二百块钱一个 儿媳竟然因为普通榴莲口感不好 就扔掉了大半个 我累死累活 为了谁呀 我的辛苦没有换来儿子 儿媳的感恩 反而让他们变本加厉 奢侈无度 我连门都没有进 直接给儿子打了电话 我说我病了 血压特别高 经常头疼 干不了保姆了 希望儿媳在三个月之内 找到工作 三个月之后 我就不再替他们还房贷了 并且也不会再给他们生活费了 因为我把所有的老本 已经给他们花光了 我只有两千块钱退休金 我还要留着养老呢 儿子听了以后 特别着急 竟然没有问问我得了什么病 身体怎么样 还责怪我为什么不小心 不好好保重身体 我的心挖凉挖凉的 我说因为我的身体不好 就住在上海租住的房子里 暂时不回老家了 其实 我并没有辞了工作 我只是想让儿子儿媳 尽快自立起来 我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老鹰会把小鹰推下山崖 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只有这样 小鹰才学会飞翔 我以前大错特错 大包大懒 承担了一切 实际上是害了儿子儿媳 溺爱的起点是爱 落脚点却是恨 儿子儿媳刚开始特别恼恨我 不能再帮他们了 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 没有我的帮扶 他们万般无奈 儿媳只好出去找工作 儿媳后来找到了一家文员的工作 晚上还回来 俩人做自媒体 直播带货 刚开始几个月 他们过得比较狼狈 后来 渐渐走上了正轨 挣钱越来越多 小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有一天 儿子给我打来电话 妈 妈 你身体好点没 谢谢您 帮了我们这么多年 也谢谢您 推了我们一把 不然 我们还是一滩烂泥 扶不上墙 再苦再累 我都没有哭过 听到儿子打来的电话 我泪流满面 是欣慰的泪 开心的泪 幸福的泪 儿子终于长大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